做油蒙笋记得一定是要先上色后调味 如果后面才放老抽 颜色就上不上去了 一斤的春笋加三勺的油 加少许的葱段爆香 如果你买的春笋足够新鲜的话 我是不建议焯水的 因为焯水会使笋的鲜味流失 同时焯水时水会进入到春笋里面 之后油蒙的时候油会烧不进去 我今天用的这个临庵春笋 是直接从临庵本地发货的 不用经过超市菜场的周转 省掉了中间环节 配送速度更快 笋当然也更新鲜的 不用焯水也吃不到一点色味 一定要煸透 油温千万不要高 煸到笋的四周 稍微有点淡金黄色 这个调料一小勺的老抽就可以了 一定是要先上色后调味 如果后放老抽的话 颜色就不容易上去了 煸到笋的四周的颜色全部上去 这时候加点糖 浅浅的两勺 加一点点的生抽 割入冷水 大概一斤的笋 我们这边加200毫升的水 没过春笋就可以了 加入锅盖 先旺火烧开 然后转小火焖七八分钟 油焖笋烧的时候 一定要一气合成 中间不能开锅盖 一开盖 锅里的压力和温度都会发生改变 会影响橙菜的口感和质感 打开了 哇 颜色漂亮 加一点点的鸡粉 把火力开到最大 糖会产生美拉的反应 锅里面稍少留一点点的汁水 加零点麻油 一点点千万不要太多 加点葱段 颜色搭配更完美 一番就好了 我们装盘 一锅春天的气息迎面爱来 陶醉厨房 你的厨房百科